我們在簡報49月這一塊 就加上語音朗讀 那這個也是Webduno的一個特色 其實如果現在用新的Scratch 它也有這個功能 它可以跟Google的語音做整合 那我們來看看 語音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請看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進階 打開 這個模擬器沒有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沒有這個 就可能你還在模擬器 你要進到體驗版 或是雲端版 才有 有沒有一個語音聲控跟朗讀 還有一個行動裝置都在這裡 所以我們看語音朗讀的部分 點下去 它只有幾個機目而已 四個 對不對 那我們先準備一個 所以我們希望說如果按下1 不只是在遙控器螢幕顯示開燈 我順便講出來 開燈 可以嗎 這樣有沒有照顧到視覺 聽覺 都有了 好我們就 把它 加上這一個 語音朗讀 把這個第一個機目 拉拉拉丟出來 丟到這邊來 那你希望他講什麼字 隨便你 像如果我上國小的 他們 就很喜歡在這邊叫某一個同學的名字 隨便你 有沒有 朗讀 但是 他要怎麼朗讀 他是有參數可以設定的 你們有聽過Google小姐有聽過Google先生嗎 有Google先生嗎 有喔 比較少 比較少聽到我們大部分都聽到Google小姐不然就iPhone的吧 對不對 好 那 你看這個裡面 語音朗讀裡面最後一個 就是他的參數 語音朗讀的最後一個機目 你把它拉拉拉拉拉出來放在參數這邊 好我把它 這樣丟出來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他可以唸中文 可以唸英文 可以唸日文 但是有一個他做不到 你叫他 唸中文 但是你寫英文 他沒有翻譯好嗎 所以你要他唸日文請你直接打日文進去 他就會唸日文出來 OK 第二個音量 我們目前E是最高的 沒有問題 再來 有沒有不同的音量 你要正常的 低層的還是稍微聲的有沒有 最近這種人 大家都不太歡迎 都有危險 好 然後 講的話的速度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 一個人可以玩好不好 我先用正常的 正常的 那一樣的 請問積木可不可以複製 可以 所以如果你這個東西你要複製到下面去 我就把它用複製的 拿來下面 你可以試看看不一樣的參數 看看那樣的感覺如何 這個呢你在手機上 基本上大部分應該都可以用 我有遇到少數幾款手機不行的 但是大部分應該都可以 好 好 我這樣好囉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來play看看囉 你就可以測試一下 在這一邊 我這邊 這個 拉過來 所以我現在按了1 開燈 有沒有 螢幕有顯示 語音也唸出來 實際的是不是也亮起來 不好意思這稍微聲的啦 稍微聲 這樣有聽到喔 閃爍0.5 這是慢的 閃爍0.5 這樣有沒有感覺了 所以剛剛有一個比較快的 所以 你就可以像這樣測試應該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樣我們就可以照顧到比較多的層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照顧到比較多的層面 謝謝